我今次是继续讲关于末日 我想讲讲 因为我在网上有些人的说话 我留意到很多人对于圣经的说话的看法 真的很不同 我想讲讲关于我们对圣经的看法 这个很重要 一个就是我发觉在网上有很多教导 他们不是讲很多圣经的 你上网上找关于末日 甚至有些教导也是 他就会有些经文 但他很快就会转去讲其他东西 未必是讲过经文 而关于末日的更加讲经文是讲得很少的 就讲了很多很多他们觉得的东西 譬如我今天跟一个人聊天的时候 他就说这个大人负责是美国 我说这个可能是 但你不能说大人负责是美国 因为经文是否真的他有应验 他也认为很多国家都有应验 所以就说大人负责是美国 在这个时候我们不能够决定 并且这里讲明是一个城市 他叫他的子民从他的城市出来 这个人也跟我说 他对于兽 对于大人负 他又不明白是什么 我说圣经说了 兽是有七头十角 即是有七个山 又是七个王 又有十角又是十个王 即是他是一个政治系统 但一个是被基督控制的政治系统 所以圣经说了他是怎样 不过没有形容出来 到底是什么时候应验 是哪一个国家是怎样的 没有说出来 但圣经说了这个兽是怎样的 他也是有很多商业的行为 赚了很多钱 这个圣经说了 这些我们可以知道某程度是什么 我们知道之后我们可以分辨 不要以为圣经就是大人负责是美国 或者美国某个城市 这个不是圣经 这个只是应验 而这个应验不是绝对的时候 我们不可以说出来就是美国 而是他或者是 事实上我看到有很多地方 很多国家都不是跟从神 所以单是说一个国家是的时候 他事实上都不是应验所有的预言 所以我觉得这个不是解经 亦是奥巴马系 怎样是呢 他根本没有坐在神的殿宗 自称为神 所以不可以这样 这个就不是识经 很多教导都不是讲圣经 还有有人宣传他的教导 他两句说话我觉得很特别 他说圣经没有记载 他说我会讲一些是圣经没有记载 我心想 你讲什么呢 你讲圣经 你讲真理 你讲你觉得什么呢 他讲到其中一些东西 我觉得他是由初期教会的时候 有些其他的文物 不过那些是可靠的意思 因为初期教会没有将那些列为正典 没有将那些列为正典 有些人说 初期教会为什么他可以列为正典 那些马太、马可、路加、约翰 就列为正典 他们说是 因为神的子民是神的灵运行 当神的灵运行带领他们有这个感动的时候 就是神带领他们去接受 给神掌权 你想想如果你是神 你会否容许 圣经66卷 其实只有50卷是神启示 其他不是 如果你是神 你不会这样 你当然是掌管他 以致他全部都是神的启示 所以初期教会挑选的 就是神感动他们去挑选 这些经典出来 而他可能找到一些不是圣经的 他就觉得我有些特别料 有些什么特别料 或者我最近听到某人说 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因为在末后日子 这就成为一些魔鬼攻击的地方 因年风音 其实我不肯定名字是否叫因年风音 是一个教导 这个教导是什么呢 就是常常说恩 这个是对的 不过他不说律法 他只是说到有恩怜 那些人就会遵从神 这个也是一个 不是跟从圣经的教导 然后另外有些人说 你要看经文去找圣经 总括说什么呢 他就认为这样 就好像用仁义去分析圣经 但有一点就是 圣经其实是清楚的 大部分是清楚的 有些经文是我们不肯定的意思 但大部分的经文 你看到是知道他说什么 其实那些就算我们不肯定 他不是经文不知道他说什么 而是他到底的应验 譬如说 《啟示录20章》 到底应验如何 我之前有说过 是应验如何 我们是不肯定的 但他说的那些 每一句我们都知道他说什么 因为圣经不是用忍悔的说话 你看完也不知道他说什么 圣经不是这样的 他就觉得 不是把圣经的经文拿出来研究 他就觉得不是这样 他觉得应该是 他有个看法 就是先知领受如何解经 那我就觉得 因为圣经其实是神说了是怎么样 我们不需要再有先知去启示 但是到了末后的时候 那个应验 譬如说 这个大淫妇就是必密成 可能先知会领受 但是除了先知领受 我们也可以由圣经所说的大淫妇 如何来找出 到底这个是不是 圣经所说的大淫妇 这个圣 就是说 是可以有先知的带领 但是主要是靠我们识经 就是由圣经来得到答案 譬如东方闪电 他现在有一个新的 有很多不同的新的方法 一个就是全能神教 如果你看惯他的影片 一看就知道 很标准 现在有另一个 中文圣经网 也是他们的 他的口号是什么呢 就是跟从神 不是跟 信神 不是信圣经 所以他们很多时候 就不是跟圣经 就是不是跟圣经 他根本 很多的教导都是人出来的 其实我又觉得很奇怪 他们就说有个女基督 但是这个女基督是经常隐形的 你现在在全能神教会 是没有讲女基督的 没有讲这些东西 他从起初开始的时候 但是他不再提这个女基督 他说是神的 就是整天都说是神的 神来到了 但是怎样呢 是没有说出这个女基督是怎样的 我想说 这些都是一些教导 不是跟圣经 大家可以 我们讲到每一点的时候 这一点可能的回应 不是那么多 但是待会我们讲到困难的时候 就是在灾后 这个大灾难的时候的困难 大家可以更多回应 有没有人有东西想回应 在这里 好了 那我们讲回圣经 就是说圣经是什么 还有为何圣经很重要 就是我们信用的基础 我们一起读一下 摩太后书三个十六节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 于教训读读诈 使人归正 教人学义 都是有一定的 圣经是神所默示 这个默示 就是启示的意思 就是神启示人寫出来的 来教训我们 督扎 指出我们的错 让我们归正 归回正路 教人学义 行神的怡路 加拉太书一章八节 保罗说一句话 我们一起读 但无论是我们 是天上来的事者 若全部都给你们 与我们所存 给你们的不同 他就应当便就做 这里保罗说很特别 在这句话 有什么很特别的地方 大家看到吗 他说 如果有传的是不同的 但谁传呢 他说 谁传呢 这个经文讲 有一个很特别的 我们是谁 信耶稣的人 这个是谁写的 这个是谁写的 那这个我们是谁 信耶稣的人 保罗 如果有一天 我告诉你们 你听到福音不同了 这样的时候 是应该没做错的 包括他自己在内 是不可以说另一个福音的 即是说 我们不可以有另一个 即是我们的救恩 不可以不同了 我们的信仰是不可以不同了 但有些人就说 圣灵充满了 他跟传统不同了 但他跟圣经一样 因为圣经又讲到圣灵的能力 只是传统教会 因为没有讲到圣灵充满的能力 好了 这个关于灾难前避体 或者灾难后避体 因为有很多说法 都是讲到灾难前避体 这个是Scoffield Cyrus Scoffield 他有本叫做 Scoffield Reference Bible 而他的理论 中文就译做 时代论 这个理论 就讲到世界历史有七个时期 旧日时期 又是因年时期 又讲到千年年的时期 他就讲到在灾难前避体 但这个很… 我第一课的时候已经讲到 大家可以上网看的 你看看《活日》 《一》 《尔牧师》 已经有三个摆上去 好了 这个… 他这个讲法 但圣经没有讲过 但很多人很认同 并且画了漫画 又还有电影 很多 因为很多人听到 觉得… 因为他的基础就是… 基督徒没有理由要经过这些咒作的时候 这个… 圣经都如所法 我们是受祝福的 但不是神用这个方法救我们 神未必用这个方法 神可能用另外的方法 不可以说我们觉得不应该 所以就… 就不应该 因为圣经在… 这个… 这个… 《马太福音24章》 是讲到被提的 两魂取一国 撇一国 而好清了一个经文 讲到耶稣回来 万族都要哀哭 那… 讲到好像落雅的时候 忽然间洪水来到 那些人就… 已经太迟了 已经被审判了 又讲到… 这个善仆和恶仆 主人回来的恶仆 立即受审判 那些善仆就得到赏赐了 那就是… 是… 同时出现的 就是耶稣回来的时候 信耶稣的人 和不信耶稣的人都看得到 而且信的人 就一个… 取去一个别的国 所以… 还有… 《提侨人家前书四章》 也都讲到… 是… 在耶稣回来的时候 那时候… 就会… 基督徒被看的 那… 这个教导… 如果是错误 很多人就以为灾难前被例 到了真的有灾难的时候 就会很困难 所以我今次… 很多人讲到… 我们如何预备… 自己和别人去… 当这个灾难来的时候 我们如何预备自己 那我们要… 面对大灾难的时候 很多基督徒会怀疑神 神… 神说了灾难前被例 为什么我们现在还在呢 但他不知道 这是人的教导 不是圣经的教导 所以这个造成一个… 一个大问题 还有很多基督徒没有准备好 因为里面有些事情发生 都是很恐怖 譬如来到反革 很多人离开真道 是非常恐怖的 如果关于这个灾难 是耶稣回来的时候被提 你听回第一堂 我就会讲回 以及可以将文件给你们 好了 首先回应一个问题就是… 其实一个讨论式 就是… 给大家思想 就是因为很多人 对于… 一讲到我们要经历大灾难 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如果神那么爱我们 为什么我们要经历大灾难呢 为什么要放魔鬼 不要放了 不放了 就是… 比如现在平安日子 跟着耶稣回来 那就… 那就简单很多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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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来说 没有人会欢迎这个大灾难的 但为什么是这样呢 我不懂得回答你 就是… 我这里讲的只是 我搜集圣经里面的教导 来回应这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 圣经当日子… 当… 当… 撒旦释放的时候… 这个… 三年半的大灾难的时候… 我们一起读一读那些字 圣经预言大量应验 要人知道真是神 就是… 很多人应验了 那就是… 哇… 真是很明显了 第二… 天使在空中全福音 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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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但不代表我们不用传 因为圣经讲到我们也要传 然后呢 有两个见证人 见证了多久呢 1260日 并有神职能力 这就是… 正正就是… 敌基督的日子 他有三年半 他也是三年半 这个是时间的 不过呢 那个… 就是… 1260日 但是… 敌基督将他杀死的 然后呢 他又复活了 那… 那… 就是… 在那个时间上 是有少少… 可能… 敌基督… 可能是这样的 他又开始先过敌基督 又不一定 或者… 敌基督… 就是… 就是… 迟基督在世上是迟过他的 因为… 因为… 敌基督杀死他 那… 那… 然后他升了天 那… 那… 在那时候一起读 魔鬼和邪名的作为 明显正明真有魔鬼 到那时候 因为会有大规模的人被摸 被邪名上身 不过你向那些邪名上身的人 告诉他 你有邪名 他又不会相信我 所以这个… 其实这个日子是一个很困难的日子 但是… 会看到很明显魔鬼的作用 因为… 撒旦来到… 敌基督来到… 他会做什么呢? 他会叫很多人犯罪 很紧要的 不过那时候 那些人又不会觉得犯罪 有些人可能会觉得 但有很多人不觉得 正如现在 我们看到社会上 有些… 不好的行为 那些人觉得是错的 接着呢 下一点了 圣灵指教我们当说的话 清晰收神信息 因为圣经讲到 当你审悔的时候… 不是… 当你逼迫的时候 接着呢 我们就会… 圣灵会指教我们 说什么话 你不用想说什么话 所以我们会收到很清晰的信息 圣灵在神大日子前大萧门 所以得力和善息 在… 《诗诺》第二章 就讲到神说在门后的日子 会将我灵萧门有多少 有些人说到什么呢 在这个… 神大而可畏的日子 未到以前 会发生这些事 所以这个大的萧灌 除了在五常节 和现在都正在发生 但在活后的日子 最后的日子 在这个大而可畏的日子之前 也会有很大的萧灌 有很大的… 魔鬼作为也有很大的… 神迹 神的… 圣灵的光明 接着呢 《忠心门徒更得力和可得大赏赐》 即是说我们 在这个时候 有圣灵的挑战 就很有力量了 而末后的灾难 分别真门徒和假信徒 这些是我们 在圣经看到不同的原因 但仍然有些人说 最好不要这样 这是我们的想法 但我们的想法 不代表那件事是对的 即是我们不代表我们 所以我们就说 不如不要有大灾难 或者祈祷不要有大灾难 这个是… 那祈祷是否合圣经 因为圣经说了有大灾难 所以祈祷不要有大灾难 是不会发生的 那在末后的日子会有什么发生呢 真是要末日 有什么发生呢 这个是我们预备好的 福音要全遍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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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万人作见证 现何福音要全遍天下 所以这个要做好 福音要全遍天下 我一会就说 在困难中我们怎么做 祈祷满了金香楼末期才来到的 在启示录五章八节一起读 他记难了书院 四位民和二十四位长老 就苦福在沽咏前 各拿着琴和 盛满了香的金楼 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 他们唱新歌说 你配拿书院 配揭开七人 在启示录有讲到 七人 七号 七雷 七碗 第一个就是七人 开七人之前有什么发生呢 就是这个盛满香的金楼 这个香就是众圣徒祈祷 就是装满了祈祷 然后才开始有七人 所以说这个世界末期就是首先 这个祈祷的分量 达到神所满意 或者祂所计划的 就是说我们的祈祷 真的达到神面前 来到神想我们做到的程度 启示录八章四节 乃香的烟门众圣服的祈祷 从先士的手中一同升到神面前 天士拿着香楼 盛满壁上的火倒在地上 除有雷光大声闪电地震 拿着七千号的七位天士 这也是讲到祈祷献上给神 然后将香楼装满壁上的火倒在地上 就开始有雷光闪电 接着就是七号 这些最后的门后发生的事 都是当祈祷满足了数目的时候 然后就会耶稣回来 所以我们一方面是传福音 另一方面就是我们的祈祷 我们是尽量去祈祷 这里的祈祷有没有说是哪一类型的祈祷 所以我们什么都 就是合乎圣经的都祈祷 什么都祈祷 亲近神的代讨的 宣告神的恩典的 我们全部都祈祷 好了 而其中一点我们要非常重要的 就是受了受恩和拜受的人不能得救 这一点呢 为什么呢 因为有些人以为我暂时表面 表面受印 那我将会改呢 可以吗 启示六十四章九节 又有第三位天使接着他们大声说 若有人拜兽和受着 在压上或在手上受灭日记 这人有便喝神大露的酒 此酒斟在神粉露的杯中唇一不责 他要在圣天使和高阳面前 在火与流氓之中受痛苦 所以这里说得很清楚 拜受这个印记的 便会喝神大露的酒 以及在火与流氓之中受痛苦 所以这里是 圣经有讲到 是独圣灵不得赦免 这里也讲到 这个拜受和受这个受印记的人 便要受永远的刑罚 所以这一样的罪我们是不可以犯的 那是否统统称是拜偶像的时候 这个受印记和拜受是不同的 普通拜偶像 普通拜偶像 其实我们经常都服侍很多人 都是拜偶像有流氓主 这个受在末后的日子 他们所做的事 我们这几节讲到 他是一个管理这个世界的 一个敌基督的势力 而敌基督是要全世界的人 所有人都要受这个受印记 才可以做买卖和拜受 在末世之中是最大的受敌 以至在最尾的时候的人 在拜他的时候 就会有一个记号 就是拜我的受 信服在受那里 就不能得救了 是否有分别出来 我想有一个分别就是这样 他受这个受印有点像 我们比如说受洗 受洗我们归入基督里面 这个受印就是归入这个受 和很多拜偶像是有分别的地方 但是你又会说过 有些人又去了拜 拜完又契了观音 但是圣经就没有说到 这些人是不能得救的 不过圣经是特别提到 这个敌基督 将来去管理这个世界 这个大罪人 他要求全世界的人 都要拜他契德 做买卖这个 我们就不能受这些人记 但是今天我们认识的人 他要准备契观音 我们都立刻告诉他 不要这样做 因为这个带来很大的狂怀 圣经就是这样说 到底他有什么分别呢 分别就是 其实很多宗教 都不会特别是敌对耶稣的 但是基督是特别敌对耶稣的 他传言是反基督的 他所做的全都是反基督的 就是说当你受孕的时候 你是反基督的 我想一个其中的迹象 他是魔鬼在世上 一个最高的代表 他受人敬拜 超过一切 所有的受人敬拜 好了 在末刻日子 我们最需要什么呢 就是随时讨告 可能是晶片 我们要记住这个 什么叫晶片 因为现在很多人都觉得 这个晶片 因为发明了这个晶片 就可以借入人的身体 将来可以来做买卖 这个可能 应该说是极大可能 我都说是极大可能 不过纯是晶片不是 而是将来那个晶片 是要跟基督掛勾的才是 因为现在也有些人受晶片 譬如他有些严重的病 他就要将病力摆到晶片 那是否这些人就不得救呢 不是的 现在也有人受晶片 譬如有些人很严重的病 他将病力放在晶片 那第二个医生 一看他就知道他有什么问题 就不是晶片 所以我们要分辨的是 要拜 和基督掛勾 但在我们健康的人 我们没有什么需要受晶片 所以我们都会拒绝 例如张文说 你们现在的信任卡 和巴达通 是一致过在晶片里有 那我们都不会做 因为虽然那时候被拜 他开始的时候 我们都不会做 但圣经的特色 也说到是受人的拜 我们要分清哪一个特色 他是基督的特色 但他可以用晶片 所以我们基督徒 应该拒绝 将来有这样的晶片 有这方便的方法 但如果有病人 他忽然间有什么事发生 他想有这方便的时候 我们不会说这个就是受人 我们要分清这个方便 所以受人就是一个拜受的情况 才是受人 我说我们圣经要分清 就是圣经说 什么是不能回头 圣经没有说到是晶片 但我们觉得晶片是 但所有晶片都是 有些晶片是纯粹医药的 那是不会是的 不过 譬如有一个病人很严重 那你说 我都不想受这个晶片 是可以的 不过我们不能说 某人有很多病人 现在有受晶片 那些全都在地獄 那我就不会这样说 我不会这样批判他 因为晶片的特色是摆受才是这样 如果科学上用来的时候 我们分辨是哪个特色 所以有些人说 是美国的 就是敌基督 或者大淫妇 我就不会责任 这样不是诗经的 只是他觉得他是 他就说了他是 就是我们要分辨哪一样 圣经有说的 这种心态 但我会很防备 我自己是不会受这个晶片 就算我有什么大病 我都不会受这个晶片 我来说是这样 但我们不能说 那些人手晶片 他们一定落地獄 我不会这样说 主要是这样 是你想说的 如果我们 为何需要防备这个晶片呢 因为当这个晶片 我直入的时候 我不是跟兽挂勾的 是 所以你根本上 你没必要去防备 如果你不是跟兽挂勾 它是一个逻辑 但是因为 如果晶片出现 迪基都未出现 迪基都可以用这个系统 而且现在来说 我们知道 那些GPS 追查你的位置 是很容易的 它只要加入少少东西 那些科技里面 譬如我们手晶 我以为是安全 但发觉又不安全 如果手晶也不安全 那何况是晶片进了身体 可以有问题的地方更加大 所以我就不会冒这个险 比如说 在那时候 你可以全部的信用卡 不用用了 我都不会用它 那时候离拜的基督 因为这个可以被魔鬼用 它主要是这样的 好 好 我想问 我想问 会不会是将来 就是因为开晶片 而是令到我们 就是 有些人会离开这个宗教 是的 可能会不会是这个 平中晶片 是的 会的 我不准你买卖 你要装了这个晶片 才可以买卖 有得石 有得搭车 有得飞 很多工作 所以这个晶片 可能很多人 会离开这个宗教 就是这个原因 是的 会的 但我们记录一件事 就是 敌基督的时间 只有三年半 三年半 所以你想着 有些人会饿死 有些人逃到山上 不过香港没有山去逃 香港很小 守地可以走 但是这个 我们只能够放在神的手中 因为神是 其实在 活口日子 最重要的是 神负责我 我就交给神 我做好神要我做的事 我要死就死 我要受苦就受苦 但是神会负责我 这个信心最重要 就是神负责我的 这样的时候 我们就不会害怕 但如果你说 死了我要承担 你就会很害怕 死了 对 OK 好 好了 接着 这里下面就说 处理了 那我们如何面对大灾难呢 第一件事就是 一定要学到祈祷 能够随时得力 就是我们祈祷 即时感受到 圣灵的力量 是很大的帮助 但是很可惜 就是在很多教会 他们就很抗拒 他们就说灵恩的人 有些最极端就说有邪灵 其实很多人不是说邪灵 因为事实上 对于圣灵的教会 是有几种看法 譬如我所知道 我不是全世界研究 在美国有一个福音派联盟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Evangelicals 大约是这样的名字 曾经有好几届都是神教会的领袖 做他们的会长 福音派 所以他们也接受 他们绝对不会说 那没有理由有邪灵 有邪灵 怎可能不让他做会长 或是邪灵派的联盟 所以很多教会 已经接受 五秦宗 开放性的教会 不是有邪灵充会的 有些人会说 他比较极端 有些要这么说 但是这也是有偏激的 因为有些 圣灵教会 都是讲很多圣经 都是很平衡的 有些最极端 去到最尽就说他有邪灵 然后有些说他极端 有些就说他跟他不同 或者见到一些现象很怪 很难接受 所以很多人 会对于圣灵工作不开放 以致他们经历圣灵 不容易经历圣灵 还有难得力 其实经历圣灵最好的地方 就是随时一祈祷 可以经历到神的平安 兴散喜乐 爱 我们就会在日子里得力 到将来 在大灾难的时候 可能被人出了坐牢 被人鞭打 但你心里一直爱神 神仍然会再加你力量 神啊你负责我 我是在受苦 但你负责我 神可以用神迹 要么把痛苦 没有了 或者减少 或者快点接到你去天堂 给你机会 作美好见证 哪一样都好 就是我们信神的照顾 但这个随时得力 是很重要的 为什么呢 在那时候可能是一个人面对的 还有可能有很多问题发生 但是我们那时候一祈祷之间有力 我们就是神和我一起 我不用担心 罗马书五章五节 就讲到圣灵将神的爱 敲灌在我们心里面 我们可以经历到神的 诗篇十六篇八节一起读 我将耶和尚摆在我面前 因他在我右边 我面不自遥动 因此我的心满灵 我的悲力快乐 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 这个讲到就是 当我们经常亲近神的时候 我就不自遥动了 就是心灵和身体都会得到祝福 这个就是在大灾难和任何灾难受迫白 什么困难都好 即时的亲近神得力 这是我们得力最紧的 因为从神而来的力量 而另一点就是 我们能够有力 就预备好全福音 因为我们是要大灾难支持 全福音是最主要的 虽然大灾难的仇是可以存福 事实上 天使会去到全世界各国去宣广呼 还有两个传道人 就会有1260日 即是42个月 即是三年半 一直在宣广 其实在那个时间也有宣广说 但因为受了受印记的人 是没有机会再得救的 所以 所以 我们最主要传广是现在这个时候 就不是等到大灾难的时候 在大灾难的时候 神仍然可以拯救一些人 可能不是马上 即刻很多人受印记 但在这个时候 神可以拯救一些人 但我们不要等到那时候 那时候难很多 如果你说现在难 那时候逐难 因为那时候他即刻可能出 即是就出卖你 即是立即捉了你去 而圣经说到 以法所书四章十一节 一起读 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 有传呼一的有牧师和教师 为了承传圣徒博尽其职 建立基督的身体 直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一 认识实义而始 得以长大圣人 没有基督长成的新量 那这要讲到那些传道人的作用是什么 事徒先知传呼一牧师教师 承传圣徒博尽其职 其实这个承传 原文的意思是装备 就是他们的职责 就是装备圣徒博尽其职 但事实上有很多传道人的职责 他变成了做什么呢 他的职责就是他进立 他进入他的职责 他就做了传呼 他就做了栽培 但这些人就是乖乖的羊 就不是受训练 就是少数人受训练 大部分的人就只是被栽培 就是牧师做了栽培 牧养 信徒被栽培被牧养 有一部分侍奉 但有一大部分没有侍奉 到将来的时候 那些人交仗就会空手见主 所以我们知道 我们每个人都要被装备 去服侍主 而且圣经也说到 我们每个人都存呼应 做在人身上混 祈祷是很重要的 但是 你发觉审判的经文没有说到 这个人有祈祷 他是有粮食有忠心有福的人 圣经也没有这些经文 圣经是说什么呢 你做了一个小子身上 做在我身上 你又使用你的恩慈 即是你去发挥你的生命 你去传呼应神是祭验的 所以这个是很清楚 神说了做什么 神说了我们去救人 圣经也叫我们去建立人 但是祈祷是不重要 但是祈祷不是最后的步骤 那是第一个步骤 祈祷首先得力 又为我们服侍的对象 全国的对象 为祈祷 但是我们跟着行动 所以只是祈祷 不是神的模式 譬如这些各尽其职 是否只是各个人在祈祷 不是 他会祈祷 跟着尽他的职责 美德前传三十五节 人民你们心中 派问的原因 就要尝尝准备 以温柔敬备的生回答的人 就是整天准备好了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全方的日子 事实上 祈祷什么时候出现 是否要等很久 因为可以是随时 可以是随时的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有很多灾难 你有没有看到地震很多 有很多妖联很多 因为已经有很多应验 你不知道什么时候 忽然间撞了一声 就开始 忽然间就有敌基督出现 一敌基督出现的时候 他不会立即全世界上满 不过他那个势力是很快去扩展的 那么那个日子 真是很困难很危险的 所以我们现在是最自由的 因为现在还有很多国家 我们可以存福 有些地方已经不可以了 因为你将某些信徒 一带到信耶稣 是受迫伯的 很多地方已经是会烧教堂 好了 如何在受迫伯的时候 仍然坚信神的恩典 这个经文就告诉我们 神的英语 但是我们也要讨论 如何在受迫伯的时候 坚信神的恩典 罗马书8章3节 谁能使我民与基督得爱隔绝呢 难道是患难吗 是坤苦吗 是悲伯吗 是悲伯吗 是饥伯吗 是悲伯吗 是悲伯吗 是危险吗 是多严吗 三七折而言 靠着我和主 在这一切在事上 已得性有意 在这里讲到 有没有什么 叫我们能够和神的恩典隔绝呢 但是你发觉 很多东西就是 大灾难有患 患难 困苦 迫伯 饥饿 直身露体危险 都见我们全部都有 很多东西都是 在大灾难的时候 是否就是基督的爱隔绝呢 不是的 他仍然在 而靠着爱我们的主 在这一切的事上 已得性有缘 是可以得性有缘 但是到时候 你信不信呢 因为你可能被人捉了 被人打 不是个个都能够相信的 这个信心是我们学习 要选择 正如我都说 处理情绪 处理思想 是要选择 是要刻意的 在受迫伯的时候 坚信神的恩典 是否需要刻意 是绝对要刻意的 你不可能随意的 那时候 老家福音十章十九节 我已经吸引了权兵 可以潜入射和戒指 有性我受你一切的能力 是否有甚麽能害你 神已被我们的权命 遷纳十六节指 圣过仇敌一切的能力 但是 这个圣过魔鬼的能力 就是我们可以赶斜灵 但是我们不能奉耶稣明 有一个恶人在他面前奉耶稣明 你要躺下 就是我们 没有这个权命 打赢一个人 这个人来攻击 他的邪灵 我们可以抵挡 但是这个人 我们抵挡不了 敌基督就是用人来打我们 但是这个时候 我们都说 神会得胜 我们有信心 我想大家去思想一下 到你在这个时候 你会不会 懷疑神的爱 你觉得 会不会有很多基督徒 懷疑神的爱 但是我想说 在大灾难的时候 那些人会说些什么呢 如果神那么爱 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呢 为什么基督徒会被杀呢 可能会埋怨神 可能一定会 不单止埋怨 埋怨是第一步的 离弃神 离弃神 每天靠主 其他问题 好了 为什么在受逼拔的时候 作美好见证呢 其实这些经文是鼓励我们的 马太十二章七节 我喜爱连虚 书不起爱祭辰 就是说我们当时受逼拔的时候 连虚人 一定是好喜悦的 我们依然是 找方法怎么去连虚人 有智慧的时候 真的要灵巧像蛇 顺流像甲子 真的要很灵巧 但是我们就算我们失手 我们分辨不到那个是 是不是受孕记 或者受孕记 或者他就是迪基督的差役 就算真的被他捉了 我们就说 神啊 我心里在你手中 你能否相信 神啊 我分辨不到 原来这个是迪基督的差役 我一同他传福音 就立即被他捉了 那你会说 神啊 我传福音就被他捉了 又被人捉了 但是我们的心里面 预备好 其实我想说这些信息 预备好 而且在网上看到我影片的人 都希望 会预备好 我们是要面对 而圣经也说了 我们是 耶稣也说过 他说这个灾难以前没有 以后都没有 将来我们都要面对 好了 跟着马太28章18节 这里说到 最重要的是 天上地下所有的权兵都指给我们 但是那时候你觉得好像没有 没有权兵 有很多的权兵 因为通常都是想自己 不能够 其实不会想到上帝 所以那个权兵就不来到自己 都不交给神 是的 而在那时候 因为你看到国家的权兵 敌基督有很多 经济权兵 他有很多 他生命的权有很多 他杀人 但是他没有永生的权 他有杀人的权 那时候我们都说 依然神在我身为有权兵的计划 没有人能去拦阻 而最重要的是 最后一节 就是说 我尝与你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活跃 当你这样做 去传扬福音 不单是传福音 而是焚耶稣吩咐 都教训他遵守 神就和他一起了 启示录十二章十一节 第兄四个他 是因高人的血 和自己所见者的道 他们虽至于死 又不怕 爱惜生命 这里说到在灾难时候 第兄姓阿 这个敌基督是什么呢 是高人的血 耶稣的救赎 和自己所见证的道 这两个东西 不只是耶稣的血 你的见证令到你得胜 你得胜 一定是有作见证才是得胜 我们为什么要胜魔鬼呢 就是我们要见证才能胜魔鬼 我们不见证便胜不到魔鬼 所以我们知道日子 我们必定是见证 这句说话很重要 就是我们要学讲见证 是啊 但讲见证不只是说 见证的意思 有些人就以为 我那天生病了 我已经好了 这个也是一种见证 这个是见证的道 道的意思是从神而来 那种的 将荣耀归给神那种的能力 道正经讲的是神的坏语 他们所见证的神的坏语 就是说出神的坏语出来得胜 所以我们到时得胜来一起跟我宣告 我得胜呢 我胜过敌基督 我得胜吗 我胜过敌基督 是靠群的血 靠群的血 和我们所见证的神的坏语 我们所见证的神的坏语 就是我们见证神的坏语 才是完全的得胜 比如那时候你只保住自己平安 躲在山洞那里 老师有没有带我再说一次 我后来说错了 好的 我们的得胜 是当我们信靠耶稣 保健 和我们在大迫伯 大灾难的时候 依然见证神的话 依然见证神的话 因为如果到时的坏语 我都躲在山洞 我都自保平安 那这个都不是得性的 然后呢 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 这个就是说 他见证的时候 他们可能会死的 他们都不爱惜生命 其实呢 这里呢 其实在现实的生活 未必是现在的 就是大灾难 在现实生活 其实都很应验的 有时我们好像在我们的工作 可能有很多的迫伯的时候 我们真的能不能够 用回我们自己的身份 神的信徒的身份 儿女的身份 来见证 有时比如被剥削的时候 能不能够觉得 什么时候可以说 什么时候不可以说 其实就是直着神 在自己的生命里面发奋 这个我觉得是 事事要去警醒和装备的 事事得性 作见证就是得性 我们作见证就是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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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尼道反教 熟悉的基督徒和传道人反教 会不会有传道人反教呢 现在已经有不少了 听不过 如果你听过 有些传道人公开承认他们是同性戀 那我还没听过 真的 亦是离开真道 有些是软弱 贴上来《家后书》二章三节 人不拘用什么法子 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 因为那日子以此 没有尼道反教的事 并有拿大罪人 就是沉闻之子显露出来 有尼道反教的事 还有马太二十四章十二节 使人不法的事争多 很多人的爱心在战 才不难得 耶稣也说到在灾难的时候 很多人离开真道 还有很多人爱心难得 不过同时 你会看到很多人被圣灵充满 那哪些人可以带来圣灵充满呢 尋靠神的人 尋靠神的人 尋靠神 变成勇敢 勇敢 并且不以福音为止 不以圣灵充满为止 其实有很多 以前圣灵充满的教会 慢慢变成不太充满 在圣灵充满 慢慢变成少 在圣灵充满中运作 圣灵充满最主要是两个目的 一个目的就是 建立自己和神关系 随时经历神的工作 第二就是为人祈祷 可以祝福人 并且带他去信耶稣 带他去爱主 这就是圣灵充满的目的 其实我们基督徒 可以有这个权命 有这个能力 但是现在也有很多教会 他本来是四年充满的 中派 但是已经失去了 是好而失去 为什么呢 很多人不太接受 有时他不敢运作 有时他自己没有学到 他有经历过也没有学到 有时有些是听到人经历 但是他自己没有追求 或者他经历了他不想运作 总之有很多因素 或者是怕失去职位 所以就失去了职位 有些在传统教会的人 有经历性 但是他不敢出声 因为他出声 可能失去职位 这也是一个被人影响的地方 如果到时 你所熟悉 来到反教 这里有多少人不开心冷淡 许多 许多 那时你认识的人一群群 甚至有些是组长 以前很热心 有传统人曾经是热心的 如果那些很冷淡 那些你就不会惊讶 但是有些曾经是热心 为什么曾经热心 为什么会离开神 为什么会来到反教呢 或者会受了伤 然后他就 我觉得如果他本身 可能被某些事情影响了 受了伤害 然后他对这个伤害 去彌补不了 然后他就会患教 这个一个 受伤通常就令他软弱 受伤就令他软弱 软弱就没有力量 还有很多因素 譬如传夫觉得失败 慢慢觉得没什么用 慢慢觉得都不是真的 他不知道是因为 他和神的关系不太密切 没有带着神的能力 或者没有经历圣灵 而不运作 那我们反省一下自己的好坏人 你有没有运作呢 你有没有继续保持神的同在 继续运作呢 有时候家庭有问题 经济有问题 然后我就不做了 不全道了 不全道 一会上班 星期日也要上班 不去教堂 这也会造成 而且有很多基督徒 其实我们都发觉 很多人是受伤害 需要医治释放 射利有邪利 搞不定 那些人一到一壁八 他们能否记得到呢 是很困难的 所以我们真的要尽量 兴顾他们 不要只为他们释放 而帮他们怎么站稳 对吧 好了 下一步 就是面对生命的危险 或者亲人的生命有危险 因为基督当然懂得 找亲人捉住他 然后要挟你 问题就是 如果他捉住亲人 要挟你 或者捉住我 你想一下 例如你 捉住我 然后呢 神一定会祝福 不过呢 我想大家 下一次去牙医 你感受一下 你感受一下 当牙医 一路和你做 这些 清洗牙的时候 如果他把刀 稍微入少的时候 你的感觉是什么 我就说 我每一次去牙医 都会想 我现在受冰箱的时候 我能不能够 在牙医 那一刀 它不是偶然 它是特意挤入 你会不会能够站得稳 这是我们心理的准备 但是听这个道的人 不需要成熟 就不要说 神这样 即是神这样 很无爱心 不是神 没有爱心 是魔鬼 敌基督的势力 他们没有爱心 不是说 有些人说 如果神爱我们 就不用我们 这样经历困难 但我们其实发现 不只是大灾难 初期教会 都受很多逼迫 现在有很多国家 基督徒都在受迫伯 是 因为我们在这里 习惯了舒服 就觉得应该是这样的 舒服 但是其实很多地方 都在受这些迫伯 所以我们就说 就算他要脅 我们用我们亲人的生命 所以第一 就是带了亲人信主 尽量带了家人信主 这样的时候 都知道他死了 是的 都知道他死了 都是上天堂的 那么 我们如果为一个亲人 放弃信仰 会不会带了一句话 就是 不会 不会的 你说 OK 如果你愿意拜仇 那我就放了你的亲人 一换一换一换 好吗 他可能会笑你的 你有爱心 你爱他 你爱他 让他释放 然后你自己落地獄 你为他落地獄 圣经也有说这句话 很久也有说过 我宁愿自己受就 但是这些是魔鬼用的方法 就是我们不可以一换一 好了 我又会想起这些 为什么要我们准备到 如果愿意逼斑者使用毒物 或者洗脑 那是怎样呢 马可福音16章18节 手能难吃 又恶了什么毒物 又有些不受害 手爱命令人 又有些不受害 这个经文在当时就会 需要 但是 这个圣经的应许 但是 未必是每一个人吃了毒物 都没有事 有些可能有事 有些可能没有事 有些可能行神迹 可能敌基督说 你看那个人吃了都死了 也没用了 耶稣都不救你了 总之他用了什么说话 去遥动我们的信心 他总是说 如果神爱你 如果神有能力 就不会这样 我们要预备好 这些说话 到那个时候 我们不要被他影响 就算现在 有人说这些说话 我们不要被他影响 死了就早就见耶稣 是的 问题就是 他那些 我这些所说的 有时候你哪是死的 因为有些 他现在用的毒物 打针 你会迷失你的理智 是的 我们就要预备好 迷失你的理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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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这句对 我最后也要说这句说话 我们若失要理智 责任不在我们身上 不过 他很多时候又不是叫你迷失你的理智 他迷失了80% 他只剩下20% 但是你80% 你依然坚持 就算我现在很迷迷懵懵 你自己想像 当你发烧到最烧的时候 再强很多倍 你已经很迷懵了 但是你依然有那个意志 在这里 你依然坚持 如果你当时能够坚持 你现在可以坚持 戒掉你所有的软弱问题 你就求主 如果我当时能够坚持 我今天都可以坚持 哈利路亚 如果你今天不行 将来更加难 耶稣帮助我得性 我们宣告奉耶稣明 我们可以得性的 一切好的习惯 一切的忍 一切的忍 一切的罪 哈利路亚 好了 神两个神即性保守 我们亲近神 就保守在乎神 就是神 我做好我的本分 我亲近神 是神的责任去保守 洗脑 真的洗脑的时候 你依然在你可以清醒的时候 依然在信靠耶稣 其实我不是叫你们 好像恐怖片 我只是说 我们做好准备 有些人说 我现在准备好 但是到时候 行不行呢 你就说 这个责任在神身上 我到时候 如果撒旦要洗脑 我们的脑 我们都没有办法 我先说这个问题 就是如果失了理智 如果失了理智的时候 我们就不负责 但问题就是 你仍然有些少理智的时候 你在软弱的理智的时候 已经迷迷懵懵懵懵 但你依然说 神是爱我的 耶稣是爱我的 如果这样的时候 那你今天 无论什么状况 明明正想发脾气 明明想犯罪 都即刻在那中 迷迷懵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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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懵 你到時就能夠站穩 但問題是你會見到一些你所熟悉的基督徒很有能力 他們跌倒時 你就說他也跌倒 何況我呢 我要站得住 例如有一個你的組長已經很強 他就跌倒了 他就受了受印記 你見到的時候 他也受了印記 我還受得住 這些又是魔鬼的說話 總之什麼的說話是很負面的 我們立刻刪除 封了你的耳朵 看不見 還有在現在有任何受苦的時候 你的醫生準備打針的時候 或者牙醫幫你洗牙的時候 你都一直說 神啊 如果這是將來的迫伯 我也要靠主 就算再痛一點又如何呢 我不知道你在洗牙的時候有我的事 叫出來吧 有些人永遠都很怕找大醫的 我們求主幫助我們 在這些痛苦上站得穩 將來就能夠站得穩 好了 還有一個情況就是 萬一當時犯了什麼大罪呢 如果不是受這個受印記 很重要 一起讀一下 他們說 若形有悔悔的心 我順求著心 就形是失救 這個問題很多人問我 我現在可能失去救恩了 有些人說 我就了我的神 虧獨過聖靈 真的有些人跟我說這件事 但當然我們知道這些都是很嚴重的 我們不要去犯 不過有些人跟我說 我不知道我會失去救恩了 我說你會擔心這件事 即是你沒有失去救恩了 你想耶穌救你 總之你悔悔 你想耶穌救你 依然你是得救 下面有兩個經文支持 希望大家記得這些經文 有時有時怎樣記 八二一十六 十六 除以二二 除以二 他既來了 就要世人為盡為二位受悟 這個就是聖靈的 中文輝 寶慧斯 寶慧斯 寶慧斯來到 叫人為罪 為二位受悟 審慨 習慮自己 當我們信主之後 習慮自己會強 在信主之前 會強 而且在神中越進步 成熟 越被聖靈 充滿感動 越敏感 所以你營救有這種知序的心 營救是沒有失去神的救恩 而且營救會承認耶穌是主 你所說的 譬如我讀聖經時 都會哭 不知為何 突然很恐怖感動 很多時候都會哭 這與這個無關 哭可以是感動 或者釋放憂傷 知序 都是好的 在神裡面都是好的 好了 臨時12章3節 所以我告訴你們 被神的靈感動的 會有說耶穌是可奏作的 若不是被聖靈感動的 會有說耶穌是可奏作的 若不是被聖靈感動的 會有說耶穌是主的 這是很清楚分兩類的人 如果不是被聖靈感動的 會有說耶穌是可奏作的 就是沒有聖靈感動的 而若不是被聖靈感動 亦不能夠說耶穌是主 即是你能夠說耶穌是主 你就會有聖靈感動 即是真是 口說不算 人的心裏真是說耶穌是我的主 我是需要耶穌救我的 當你仍然有這件事的時候 你就仍然被聖靈感動 所以有時有人會問我 我不知道是否得救 我有否失去救恩 我問你有沒有真心悔改的 耶穌是我的救主 我想耶穌救我 你有 你仍然是神的依律 這是會鼓勵很多人的 所以萬一在那時候 你犯了很大的錯 譬如 被人抓了 你出賣了誰是基督徒 被人抓了那個 你當然會覺得很內疚 我現在問一件事你會覺得很內疚 然後他就把我殺了 那你的心就說 糟了 我害死的那個人 哎呀 怎麼辦呢 那你就很擔心 糟了 我是不是失去救恩 那可能他都在準備 和你蓋這個印記 或者叫你拜壽 但你說 我那時候立刻悔改 即是可能你做了一步 即是做了一步 犯了一個錯 然後你那時候說 我現在依然是悔改 我依然是信靠耶穌的 我現在就堅持我不受這個受印記 我現在堅持信靠神 就算被他殺死我 我也不會信靠 即是那時候你依然可以有機會 但有些人就不是 我都相信他 我已經失去救恩 那我真的不行了 算了 受了 受了 有很多人都是這樣 現在也是 有些婚前性行為 婚外性行為 然後離開神 結果更加越來越重 但那時候悔改 依然是有機會 所以希望不會去到這個地步 不過我相信當時 是有很多基督徒去到這個地步 所以我們就要告訴大家 你仍然悔改 想耶穌四面 你依然是可以得救的 那你就不要繼續下去 不要說我犯了大錯 但我幾個基督徒跟我說 我很多次 做了很多錯事 我犯了很多錯事 即他經常都有這些控訴 這個就是魔鬼的控訴 我希望大家這些控訴 要拿走 即是如果你的身上有這些控訴 就是魔鬼這樣的話 你都犯了這麼多罪 你怎麼救人 你怎麼救到人 但這就是魔鬼的控訴 我們要分辨負面的說話 和魔鬼的控訴 我們立即要說No 不讓它影響 好了 當時的情緒會不會怎樣 會不會說 能夠每天起落呢 每天起落就好 每天說真的 但你沒有起落 你就會覺得很辛苦 所以你說 就算我明天的死 我也會起落 哈哈 就算準備要判死刑 或者一直在折磨 我依然靠主起落 不過可不可以呢 一直被他折磨 如果不是這樣的時候 譬如一直在折磨 但一直在很辛苦 很辛苦 一直在負面的情緒的時候 也是一半失敗 好了 怎樣能够處理當時的情緒 第一 一起讀一下 現在習慣每天親近 十得平安起落 即是現在的處理 如果現在平安無事都處理不到 那你到時怎樣處理到呢 哈哈 所以你在平安無事的時候 你首先處理到 我也曾經試過被人傷害 罵我就想 其實這個傷害都不及迫迫 但迫迫迫絕對是大過這個 周圍的人傷害你 你不會不斷 每天在罵你 每天打你 所以當我們這樣想 其實現在的迫迫都不及 現在受的苦都不及將來 那你就會說 很重要 沒所謂 如果你現在學到 覺得是十十歲 你就將來都可以變成這樣 保留我 自三自輕的苦創 是啊 所以這個就是 我們現在操練的 很重要的現在操練 然後呢 都是更長時間 那時候受迫迫迫 你除了傳福音都沒有事做 你無法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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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更長時間 真是神得到 平安體狼 還有欣賞神的作為 和自己的忠心 即是你一做好 你就會說 感謝主我今天 得性 這個時候是我們現在學的 不要等到要 全然得性 現在這一步得性 感謝神 哈利路人 我自己的忠心 欣賞自己 欣賞神的作為 和欣賞自己的忠心 還有感謝主 我是得救的人 我是得救的人 我不是手印記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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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臨下四則十七節 我們這次賊至興的苦楚 要為我們成就極重無比永遠的 就是這個賊至興的苦楚 要為我們成就極重無比的永遠的永遠 是永遠的永遠的永遠 神會給你額外的恩怨 其實到時候 我們是會有額外的能力 額外的恩怨 到時候 你從來未經歷過這麼大的喜樂力量 而當時 你見到那群基督徒 他們當然是相信 不過信得來 唉 慘了 不知道什麼時候被人抓到 你就有責任 帶你去 我們活在喜樂之中更有力量 我們就不在想著 使一個喜事被人抓了 但當時的確有些基督徒會這樣 他一定會這樣 唉慘了 看著那個人又做錯 這個人又未到反教 輪到我時 我又不知道怎樣 其實當人一想 就不行了 你看動物也是 那些動物 譬如保護子女 或者有時候 有些狗保護主人 他真的不怕 就因為他沒有想著 我也都見過 那些狗 我試過見過 那些狗 其實是很淒涼的狗 去到貧窮的地方 那些狗怎樣 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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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號 raid 牠的鬼 我覺得他不苦時,他不會想昨晚很痛 他也是這樣走 我不知道你有否見過一些壁腳狗、壁腳貓 那樣是這樣開心的 他不會想,我很苦,沒有了一隻腳 人是會想,苦會加增 求主幫助我們,能處理情緒 以致我們將來真是神說你是有良事又忠心的福人 我姐姐所說的 大家聽完你是說靠主我得性 還是你會說都很難 都很難受 還有我們如何預備自己呢 並且你去到那個日子你要這樣想 你不單是一個堅定的信徒堅定的門徒 並且你是一個當時你周圍基督徒的牧者 當時你找不到牧師到處 可能你是一個人 帶著一群很軟弱的 或者其實你都在軟弱的 不過你在軟弱的時候你就帶著那群人 如果你有這個心態 你看到周圍軟弱的人你就去幫他 你就能夠在這個困難的日子也能夠幫助人 就是當你有這種使命感 其實你多些來 我們四點鐘的時候來服侍人 你就看到人真的有很多問題 很多軟弱 你越幫人多你就覺得 那些問題都不是很大 跟他們比較 看到很多都很軟弱 看到有些人 原來他一被困難壓住 就很辛苦 那我們就說 神啊 我們都可以站得穩 滿有能力 你們可以回應 你們可以回應 回應 不是問題 都可以說 你自己的心態 當你聽到這些事情的時候 你拿個米 我想問 你說千禧 那個什麼 大災難 大災難 那你說 他就說 撒旦要捧綁一千年 即是說 那個是啟少年十章 是的 當時 耶穌和門徒一起作和 但其實 當時你好像說 可能是現在 但我又說明 說你現在的話 又說撒旦捧綁一千年 即是說一段時間 但是 這個時間 如何理解 撒旦是否肯綁緊 我有哪些問題 這個問題 其實是關於千禧年 即是說 啟少錄二十章 所說的 到底是 現在這個時代 還是耶穌回來的時候 首先 就是 有很多方面 去看得出 如果啟少錄二十章 因為耶穌回來之後發生的事 是有很多困難 困難 第一 就是 啟少錄二十章 是說七次 耶穌回來的 所以他不是信 時間次序 也就是 基督徒 說到爭戰 說到不信的人 全部都打贏 也就是 耶穌已經打贏 懲罰他們 為何還會有 興起 那些受印記 那些 已經在火湖 為何還可以出來 所以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覺得 這個 啟少錄二十章 是說 現在這個時候 而啟少錄二十章 有說到兩個段 第一段 第一段 就是說到那些 為耶穌殉道的人 那些沒有受過受印記的人 他們就復活了 和耶穌一起作王一千年 他就說到靈魂 即是說到這些人的靈魂 那就是 所以 這個 靈魂 不是身體 而是靈魂 這個很大可能性 就是說到 他的靈魂 在天上 他都復活了 他都說到靈魂 不是身體 是靈魂 所以 這個 很大可能性 就是說到他的靈魂 在天上活著 即是說 在這個時候 也說到 在大災難的時候 他們的靈魂 在天上活著 就和他作王一千年 如果在這個時候 就是因為這樣的情況 一千年就代表了一個新約時代 就是因為那個困難 如果你就這樣照字面看 就是說到 耶穌回來之後一千年 但因為 他所說的說話 是重複回以前 所以 就說到 基督徒 就是天上作王 就是說到 我們屬天的作王 但是 那群魂一千年 就是因為 耶穌也說到 他群魂的壯士 所以 是說到他有限度的工作 就是魔鬼的有限度工作 就是解釋 其實那個解釋 所以為什麼我說 我99.9%肯定是沒有千年 國洞在地上 就是因為 就是沒有理由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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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天上的角度 天上的角度就是那些人好像失敗 天上得圣日作王 就是跟耶稣一起作王 这一千年代表性的数字 就是讲到新约的时代 是这个原因 但我也说不要紧 因为我们已经改变形象 另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已经改变形象 变成不死的 就像天使那样 如果变成天使那样不死 那些人来打上去就会打 你真是打天使就会打 打也打不了 明天打到你也打不了 因为他 打他不入 因为他是灵体 所以在那时候我们改变形象 已经变成不死的 不死的 那怎么去打呢 这些困难就是这里 所以我这里不是绝对肯定 但在耶稣回来时才被提 那时候就很肯定 因为石几是这样说的 那个经文是讲到耶稣回来时的 OK 还有没有问题或是回应 就是回应我们先说到 关于大灾难 我们先所说的情况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你们中间有没有人自己想过 这些问题 因为我信主没多久 我又看新药 当时有本新药圣经 我看好几次 不单止是前面的看 启舍来我也是一样看的 我看的时候 我也一直思想 并且我信主后 没多久 中信余刊有本书 叫做《为主受苦》 我订了 他寄给我 他说到基督徒受苦 那时候我就开始去想 如果真是受迫伯的时候 会怎样 所以我在初述已经有这个疑念 所以后来当我研究 末日的时候 我更加思想这个问题 对于你们来说 我不知道你们听到 是觉得如何 在这个地道反教的情况 你们会有什么回应 以及受迫伯的情况 我听语诗分享这么久 我自己一直在思考这些事情 其实信徒我们需要装备的传福音 但另外一方面 就是说 在我们的生活上 神都是在操练着我们 在装备着我们 你这个操练和装备 透过你的生活上 用你的工作或者家庭 各方面 可能会遇到一些困难 我自己 最近持了一份工作的时候 我就思考一个问题 我就是问神 在这两份工作 差不多六个月里面 我面对的很大的困难 以及在工场里面的击伯 我就问神 如果今天我不能够 胜过现在我处身的环境 将来迫伯 大灾难你的时候 我们怎么能够面对 我说神 你现在不是 不只是当我们 叫我们去装备了传福音 其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们怎么能够见证神的道 我想到你的道 就是说你很普通所说的 道性的陆生 是我们真是一个陆生 想受了经历的东西 不是一种 譬如偏移 或者表现的东西 想到受必八的时候 我想到因为我有小朋友 我孙 我说如果真是 我被他捉了 出到来的时候 他都以为我死我没有问题 但他直接去家人 或者小朋友 这个时候 我又会表现不对 其实我是一路去思考 找你问题 再思考就是说 当我的儿女 他都不能够 现在很好 他很认真去追求 原生主 或者装备指 他将来又怎么变得 其实是不断 我是思考的问题 直到来到这里 我再听牧师的讲一首 其实今天神帝给了我一首诗 他告诉我 他必快乐 我觉得我们需要 好像要预备自己 我们预备的心态就是 不是 我们知道有迫巴黎 我们会面对一些灾难 或者我们都看着一些人 或者我们自身的人 都会受这些灾难 但是我们怎样去面对呢 我们要用喜乐 但是在面对那个环境里面 我们是否真的可以 喜乐上去呢 但是有一件事 坚信就是说 神啊 无论是怎样 我的生命是你 是属于你的 我的生命是你 你的旨意是要成就的 即是一种的坚 即是有坚固的信心 是很重要的 而且看上去 我也有一个疑问 或者有一天 我要去宋道的时候 被斩的时候 回来 我和耶稣是否 我的灵魂会回来 基督一同遭遇一千年 我突然间 我从来没有想过 我在我的思考 是这样的坚固 主啊 斩头 心动 我们的灵魂 我们的肉身死了 我们的灵魂是否就是 和耶稣回来 一起作亡 这个就是头一次的復活 是否这样 这是我思考的 一直到今天为止 我再思考这个问题 OK 你说的经文所说 是否这样的意思 或是你自己 会不会是 宋道的过一 是这样的意思是什么 他辞表达多些 我是 如果万一 我们在这个障碍里 我们不受印记了 我们真是 宋道了 会不会有可能 会有这样的情况 是 即是 和神 回来 一起去 作亡一千年 这是我自己理解不到的 但在经文 看的时候 在表面的东西 是我的问题 就是 是否 这个 我相信 要神 自己亲自来解释 因为 照经文这样看 就是这样 我是靠我自己的思想 是否可以 诗文这样去解释 但自己的现真是如何 我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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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OK 我所看的 关于 看少年十章 就是 这里就说到 我们死了 我们在天上 和耶稣一起作王 整个时段 就未必是一千年 不过 是否 如果是有一个千禧年 角度 那是OK的 我们说是OK的 没有问题的 如果没有 就OK的 所以我都说 不是那么重要 因为到时会揭曉 反而是灾难 后避题 这是最重要的 因为这个真的要很多 丢队演员 你也可以听回第一次 我所说的 和那两个经文 《马泰》二十四章 和《帖少人家前书》四章 让大家看的时候 可以了解 去分析 是否我们要经历 这个大灾难 大家还有没有什么回应 其实 最重要 你所回应的部分 就是 你自己预备好了 譬如你说到那些孙 所以最重要 就是现在帮到那些孙 信耶稣 坚定信耶稣 其实小朋友 一样可以帮他经历圣灵 他小时候经历圣灵 他就觉得耶稣很好 他就会得力 这样的时候 他和神的关系会更加密切 因为很多人和神的关系 只是觉得天上有个神 不知在哪里很远 但当我们经历到 我们就会觉得他很真实 很强 我的孙子有经历过 我的孙子有经历过 有两个孙子都上了天堂和地狱 孙子也有经历方言 但问题就是 因为最重要是他的父母 是他的父母 有时候 因为他们渐渐会长大 一些小朋友 他们要经历他身边的环境 最重要是要父母 如果父母不能够坚定 我觉得我作为他的父母 我觉得有时候我都帮他们 但这个你继续深信 因为神在心里有计划 神负责他 你做好你的部分就已经好 你帮到你的孙子 这样经历到 已经是非常好 另外一点 你说到那个日子能够起落 这就是我们现在开始的习惯 去到那个日子 都经常想 我就快见到天堂 去不到天堂 哈利路亚 就算我现在又经历到 那么大的同在 感谢神 神的同在 那么好 我现在 选择现在起落 于是到将来的日子 都是起落的 那种不起落 意思是 我自己去留 知道自己很坚定 但是看到这么多人 那种灾难 那种离弃神 或者那种软弱 我心里面会有难过 我看到他们这样 我可能能够暑落 我可以起落 但是看到他们 可能一帮人 他们被捆绑的时候 真的捉到那种折磨 就像刚才你所说的 牧师你被人捉了 忽忽又回落的时候 我就说 我会不会是这样的 那一刻不是起落 我想不是起落 而是这样 就是主要 他必定能够去胜降 他必定能够得到这个救恩 这些自贈自贈的服装 不算得了 这些都是短暂的 你叫我这样起落 我想你哪个能够做到 因为很真实 因为仇敌一定是 拿你的最熟悉的人 最熟悉的人 放在你面前 那你会不会很傻笑 我会起落 我想起落 所以你说那种东西起落 在哪一方面呢 我会起落 我会起落 我原来是来 祝福你和狗人 在这里我都想回应 到这里我想回应 我会想起 耶稣说 你打你左边 你给你右边 他打完 我觉得 那一刻 会不会 会知道 那一刻 我会不会想起这个经骂 都会教你 是很自然 所以圣灵都会教到 很实用 对 而且这图二十节 我有一点 突然想起 就是 神是知道被枕兽的灵魂 因为有人受必拔的 被枕头 很多枕手 枕脚 我会想起 会不会这班人是第一次 即是头一次的復活 我突然想起这件事 会不会和基督復活 即是做王一千年 这一班人 他都是 那一刻 已经是死了 很多现在都很多 枕头头 他没有受忌 他是真是 宣度 还有那些宣救士 现在 中国可存 几千年 即是几百年代 他欺心做 我会想起 这是第一次的復活 这班人 即是二十节 是否突然想起这件事 二十章 是的 二十章 是 有很多人殉道的人 是的 都是在这个里面 那 是否是头一次 不知道哪一班人 我会想起 但又是 是的 我觉得会是这班人 其实我说到 就是 我都说到 这个《啟少年十章》的时候 我说到 这个《啟少年十章》的时候 我说到 这个《啟少年十章》的时候 我说到 这个《啟少年十章》的时候 不是说到 有一千年人在地上 但是如果是说到 他们 肉身复活 因为 耶稣回来的时候 是有肉身复活的 然后被提 改变形象 如果那时候 这个复活 即是说 我们复活之后 仍然有一千年 仍然有人会造反 但是 问题是 为什么那些人 又会出来 什么人造反 这个《啟少年十章》 所以第一次的复活 到底是肉身复活 还是灵魂的复活 因为 在《以弗所书》第二章 有说到 灵魂的复活 就是说到 我们信耶稣的时候 我们与基督 和活着一同 一同复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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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圣经有用复活 这个字眼 不一定说肉身复活 亦可以说 我们的灵魂的复活 但这个 反而不是最重要的 因为 将来是怎么样 可能死了 有时候也不重要 不重要的 但是灾难这件事 反而是最重要的 亦都是 当我看众教会 在香港 和不同的国家 我都说 有多少个人 站得住呢 耶稣也说了一句说话 他说 如果灾难的日子 不减少的话 没有人站得住 所以为了选民的缘故 是会减少的 我们会想这个问题 就是灾难的程度是怎么样 我们就说 神啊 我见到这么多教会 我见到真的很多両徒 我们现在服侍的 很多软弱到不得了 又整天都怀疑神 小祈祷 很久都没有祈祷 又很久都没有回教会 我们整天都见这样的人 也有些人回教会 但他又可以说是很自私 徒神关系很疏远 用传福音的 基督徒我们又见到很多 又不祈祷 那这些人一到灾难的时候 怎样站得稳呢 所以我们现在真的要去建立他们 但现在你跟他说这个信息 就不适合听了 真的更加害怕 我们现在帮他说神的恩典 但这个是被成熟的基督徒去面对 我相信真的不能听这个 即是不让我们预备好 预备好 预备好 知道是这样的 这个真的要成熟 其实我是很简单 不知你一直说 我现在出了一段经文 我觉得耶稣回来的日子 不是叫地上太平的 是动刀动枪的 必有很多饥荒军、地震 我经常都在想这些 耶稣所说的 不是叫地上太平 就是最主要说到 人会逼白基督徒 譬如小的那些也是 因为耶稣的救恩 所以很多人抗拒耶稣的救恩 但有些世界上的动刀动枪 就不是跟耶稣尼有关 耶稣来不来 也会打 耶稣就是说这种 耶稣是说那些 迫伯基督徒那种 其实这样的过程非常好 为什么呢 因为我想大家吸收了信息 所以我今天改变这个方式 去传递 和给大家回应 让你们能够在这个过程去思考 应用了信息 我想这个训练 那么多是这样 让你们应用不到 和有机会是粗练的 是 其实我一直都不明白 我们看小的时候 我们已经知道 人类的结局是怎样的了 还为什么祈祷呢 除了是因为祈祷的数目满足 然后末期才来之外 你知道会有很多灾难 你到时 正如我们所说 我们不会祈祷没有末世 我们不会祈祷没有灾难 因为知道灾难一定会来 甚至他已经说了 我们的心里会知道 有些人最终是不得救的 所以我真的不明白 我典祈祷我祈祷什么呢 其实有很多方面的 第一 祈祷基督徒有灵 基督徒受训练 基督徒出去祝福人 同样的道理 譬如说到简算 圣经也说到简算 你说他都混亂简算 那我们现在睡觉了 不用去全福音 因为神简算 但简算是计算 我们每个人有全福音在内 如果过基督徒都不存福音 根本就不会有这个简算的数目 好了 我们可以祈祷了什么呢 耶稣有说过 祈祷这个日子 不要在冬天 不要在安息日南 为了犹太人的缘故 就是说 这个灾难的时候 祈祷我们可以在这个灾难的时候 找到一个地方 我们安全在那里 可以建立基督徒 并且有机会去带领到人 信耶稣的 这个就是我们祈祷的内容 我们不能祈祷没有灾难 但我们祈祷在灾难中 有更多基督徒可以找 更多基督徒有力 阿们 因为我们看到太多基督徒是没有力 所以祈祷基督徒有力 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不知道有没有答到你的问题 还是 答不到 你说出来是哪一方面 我们不是要改变发生的事 而是在发生的事之中 基督徒如何站稳 基督徒如何发挥作用 这个就是我们祈祷了 所以保罗祈祈祈祈祷 我能够用福音的门开了 福音门开了 放箭绑神的道 是很大分别的 第一我们有力 第二我们能帮到那些人有力 这个分别很大 你表达的我当然明白 但我想不通 不是不明白 你将它说出来有什么流程 我又不是说 我知道预定论不是这样的意思 不是说预定论有些人得咎 有些人不咎 所以我都不用理他 预定得咎 预定论不是这样的意思 但是实际是 唱歌仔 怎样 很难表达 不要紧 你冷清了一时 你再说 这个是否一种感觉 就是一个感觉 反正都是这样 祈祷有没有用呢 是否这种情况 不是 因为我们知道 神就叫我们 我们有什么事情 祈祷 但是神就叫我们 不要罔求 不要罔求的意思是 我们按照圣经去求 圣经已经是说了 是会这样发生的了 那怎么求呢 所以我们不是 祈求改变那些事情 我们祈求基督徒在这些困难之中 我们怎样有力 和怎样 忍耐得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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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亦都是 好像耶稣所说 这件事没有发生在安世日 就是说 我们这些环境的发生 譬如令我们有机会 或者譬如 那时候不在香港 可以有更大的地方 走出去 就是 就是这样说 在甲房之中 找一些可以祈祷的地方 就是圣经没有说明 这件事会发生 那就可以去祈祷 就是这样的理解 或者做祈祷 我们有神职的能力 都是 一粒饼碎 会饱五千人 就是 他说到那些事情 是我们改变不了的 就是他觉得 现在暂时未必可以 都是神的恩典 为何还要求呢 我明白Rachel 不想知道是什么 因为我自己 无论去悟导 就是上了节之后 都有一个问题 就是一个 Predestination 就是预定 我觉得 我们对有限的头脑 是无法去理解 神的智慧 所以我们就是 如果我们是尽力去祈祷 我便会祈祷 耶稣你不要这么快回来 我们要传多福音 是的 传多福音 传多福音 不要理 因为虽然神是知道 是过去未来的 但我不会再想这个问题 因为想爆了 也不会有眼神 所以不要想起来 想多些是如何祷告 如何装备自己 去传福音 你只管去传 因为我曾经听人说 全不全关你事 信不信 不关我们事 是的 全不全 你知 有一天我们全都在耶稣 以前交了 是 有没有传了 有没有做了自己所有的东西 都是交了 有的就不关我们事 所以不要想 第一 就是奇 耶稣不要这样 不是我们不想变耶稣 是 还有很多未得救 很多未得之文 装备好自己 做好自己的本分 一样是祈祷 就是没有冬天 或者安息日发生 还有是要 没有事件 可以建立 建立多些 可以建立 可以建立 全民是皆精兵 没有人说 就是睡了之后 就不用做 手脚的偏何 这个不是真理 因为圣经说 是窄门的地 是窄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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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不过很多 很多基督徒 真的以为 我相信了 那就可以 其实他们是很错的 耶稣会说 都是当晚日 我不会懂你 我相信很多这些基督徒 都会很愕然 我们其实就是 更多基督征兵 起来 我们是要做 就是将来 静静静 而不是就是 翘门的双手 一躺躺天堂 我觉得这些 真的很有问题 我回演一下 就是 我问 还有什么可以祈祈呢 就是 我不会说 不想 你就是祈祈 我就是想想 要点祈 所以我就会有这个问题 你一点祈祈 就会说 亲近神的祈祈 以及 发挥我的生命的祈祈 以及祝福其他人 祈祈 开福音的门 给我们胆量力量 这样去祈祈 我就会说 如果要敲 就会这样 也祈祈更多教会 开放圣灵工作 合一 是 是 看回圣经 我觉得有一个 我想分开有两个 第一个就是 我看回《使徒行转》 譬如《施提法》 还有其他被圣灵充满 因为《使徒行转》 整个是圣灵行转的 基本上 是很多 循述的 有一个特徵是什么 是被圣灵充满 所以我觉得有一个安慰 就是我 尤其是你母席所说 我们平时已经是 常常亲近着被圣灵充满 我相信 到时有出人意外的那个惊气 令你 为何我不怕死 但你之前一定是害怕的 平常你不会想着 我明天会死 或是什么事 但到发生的一件事 神做的 就是深信他会有 恩典救我们用 就是好像保皇的一句 我都是恩典救用 而且我已经胜过世界了 所以说 因为神不常有什么安慰 我已经胜过世界 所以你们都不用怕 还有另外一个安慰 就是我听过一个验证 有一位先生 去了一个地方宣教 但是他就被人捉了去 不知为什么 他不知是否大胜 还是很突出 人家就说 要找替死鬼 可能香港人那边找一个 内的人 即那个国家的地方 又找一个人 然后找两个交杖 即交给政府 可能要杀 这样 他被人捉了 他害怕到脚都远了 他就脚都远了 然后就很害怕 然后不知第二天 即将要面对一个审判 但是那个时候 他有一个声音跟他说 问他 你愿不愿意 他知道 他知道那个声音跟他说 就是说 你是有心理准备 是愿意为主 是作一些的 可能是牺牲也好 什么也好 因为他都害怕到脚都远了 不过他既然有这个声音 他就 也答说是愿意 其实也不容易抉择 在那一刻 他是很害怕的 但是也说了 说愿意 那死就死了 然后到真的 去審判的时候 要问话 一帮人的面前 问很多东西 谁知道 因为去到问话的时候 他一说完不容易 没多久 神就给力量 那个脚不远了 开始 然后人家一问一答 他就自动会认得回答 他就很 回答到 未必识募 很有信心 然后结果 政府说 这个人傻傻的 这个人傻 在这样的环境下 他会有这样的反应 觉得他们也没有什么威胁性 算了这个 散了他 神是可以做好奇妙的事 到时 基督徒会懂得 说什么 神会给我们 其实神正在掌权 在中间掌权 所以我们 不用怕那么多 而是说 我总之听完你的话 就可以了 但那些没听话的 反而就没力了 因为他不亲近神 他就没力了 求主帮助我们 祝福 祝福 向你 祝福 向你 祝福 沙子 手 向你 向你 我 向你 向你 祝福 我 motif